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内夜 那么一场风暴 可以说正在席卷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业 一代一代有良知的财经媒体人喊的 中国楼市的泡沫破灭 这只狼终于在我们大家的见证下 正在来了 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可以说彻底熄火 全世界的经济发动机也将熄火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确实 是这些年拉动中国 来直拉动世界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 这是不可否认的 上一届房地产泡沫的冠军是日本 而这一届就到了中国 在未来的经济历史中 就是经济史中 可以说中国楼市的泡沫破灭 我觉得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一下 中国头部房企纷纷倒下 除了恒大 那么中国地产的前四强的融创 也开始杠杆扛不住了 这一期来谈谈恒大和融创的危机 同时谈一下中国楼市高杠杆的断点 中国楼市的萧条周期 可以说正式开启了 什么大而奔倒都见鬼去 很多人迷信中国政府 说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逆经济规定而行 甚至逆地形隐蔽而行事 那么现在看来也是无力回天 在楼市严调控之下 不少房企 甚至头部的房企 可以说正在陷入债务的困局 这其中影响力冲击力最大的 非恒大莫属 这恒大理财陷入了对付危机以来 它的一举一动 可以说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因为这事不仅关系到 上百万七房业主的利益 也事关上游众多材料商 工程供应商 还有很多银行的一些应付款和债务的问题 而根据恒大的报表显示 恒大的总债务是1.97万亿 3000多亿美元 这可以说这么大的债务量 美国的白宫以及美联储 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开始高度关注 乃至对新型市场国家的债券 都会产生影响 之前说恒大的债务问题有所缓解 因为一笔到期的债务 在场外进行了和解 所以市场就说恒大的危机解除了 但是接下来 恒大另外一笔8000多万美元的 应付利息的债券 没有对付 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上周四到期的债息 是8350万美元 在最后支付期限已经过了 但是恒大没有对付 但是同时恒大也没有任何公告 也没有给债主一个说法 比如说这个事件 让全世界关注恒大的媒体 也是洗了一口凉气 这可能预示着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 新加坡的信安环球投资 亚洲固定收益的主管 他就说恒大这个时候的沉默 是令人非常害怕的 在这个阶段 没有人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 像恒大这样的规模 还没有先例 我们必须在未来十天左右的时间里面观察 看在中国进入国庆假期之前 看情况又如何见证 但目前这两天还是没消息 尼内上确实是有一个月的宽限期 但是毕竟你到期不还 基本上就可以说你已经违约了 宽限期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宽限期之后 如果你再无法支付 可以说基本上就说这个雷就锁定了 就报了 我看了一下很大的美元债务的时间表 今年九月份是有两笔到期的美元债 大部分呢 更多是集中在今年的十月份 起码有六七笔以上 我这里有一张表 那么任何一笔如果还不上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恒大违约 基本上就宣布它可以完蛋了 而恒大如果真的垮台 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系统 构成系统性的风险 并造成全球的债务危机 这种可能性和概念还是比较高的 有人说恒大影响不到美国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欧美投行持有了多少很大的美元债 和商业票去 其实是很多的 涉及到全世界的大金融集团的 大投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 它堆积如善的债务 也是让全世界感到非常恐怖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的政府 已经开始为恒大的房地产项目 设立了专门的托管账户 那么这是为了保护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部 自今年8月底以来 恒大已经至少在8个省份设立了特别的账户 那么这些省份是恒大未完成项目最多的地方 包括安徽 贵州 江苏和珠江三角洲等等一些城市 截至6月底 恒大仍然有1236个项目代售 其中包括以完工和再建项目 这就意味着恒大在将最后有限的资金集中在建房收钱上 企图来盘活有限的现金流 但是目前来看买了恒大期房的人 很多都是在要求退房 没买的人现在也不敢轻易买恒大的房子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悖论 恒大是收不到现金的 所以今天看到一个恒大和受害者的一个交流会上 一个讨债的女人在发标 她就指着许家印的鼻子骂娘 说你有钱在香港买豪宅 玩女明星 你怎么就没钱还我们的钱呢 而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就说 中国当局要求地方政府为恒大可能倒闭做准备 敦促他们防止骚乱 减轻对其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 那么我看这一天可能会越来越快了 就像当初恒大发公开信威胁深圳政府一样的 恒大你看他有多少人买了他的漆房 对不对 有多少人依靠恒大来就业 如果恒大真的倒下了 那么这都是恒大要挟中国政府的资本 所以中国政府也是害怕恒大真的倒下了 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可以说现在是恒大一波未平 融创一波又起了 昨天的融创的求助信在网络自媒体上发酵 将中国这个规模第四 负债一万亿的房企 再次推向了风口浪金 而且是全球也是高度关注融创 继恒大集团之后 中国再有房地产开发商爆发流动性的危机 近日融创集团 他的绍兴分公司发给当地政府一封求助信 称了他的现金流遭遇了障碍和困难 恳请给予政策上的专案支持 那么这个事件现在在网络上是持续的发酵 我经常关注的美国著名的金融博客 林对冲 他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有一两百万的订阅者在推特上 而且林对冲以及美国的一些金融媒体 都在关注融创的这个事情 而且昨天港股融创暴跌9.37% 一年来融创的股价从最高的43港币 跌到了现在的14港币 基本上跌去了七成 那么根据求助信的内容 融创绍兴目前他是遭遇到了很大的压力 包括母公司融创中国也面临着流动性的危机 难以拨款支付地方的建案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黄九小镇建案 出现了严重的收支落差 投入的资金达到了77亿元人民币 但是建案开卖至今因为受到市场低迷的影响 仅售出了两亿多块钱 就是说投了77个亿 但是卖房只收了两个亿 邵县市八个建案的预售资金监管 预40个亿 加上已经投入的资金 可以说合计有117个亿的资金被冻结了 网签的进度受到了限制 积压非常严重 所以绍兴融创有将近600套是没有网签 涉及房贷金额是10个亿 而今天融创是进行了紧急的公关 9月28日 融创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说他们从来没有向政府提交求助的报告 项目负责人准备为绍兴在售项目的网签问题寻求支持 初步整理了相关文字 结果误发导致了信息外泄 对此融创中国认为 他们从未有过也没有任何需求和意愿向政府提交类似的报告 我们注意他这个声明里面说 他说是准备了相关的文字 但是误发导致信息外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是在准备求助 对不对 文字都准备好了 只是不小心提前泄露出去了 那么到底是真的无意泄露 还是说真的确实泄露出去了 这个就不得而知 但是他们肯定是在准备向政府求助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这样的紧急公关呢 我觉得也是鬼打架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看一下 恒大发了多少次这样的紧急公关 对不对 我记得恒大在网络上公关最厉害的时候 基本上像我的公众号上有几篇发的恒大的文章 关于他债务商票违约的 都被恒大的人来和我沟通联系 让我删文 我不删 然后他们就投诉 后来微信强迫我删 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那么恒大的公关到底在网上删了多少消息 进行多少紧急公关 大家可想而知啊 所以说这样的紧急公关呢 恒大做了很多 去年恒大也是向社会发公开求助信 后来他也是否认了嘛 那次公开信闹得还挺大的 对不对 恒大商票违约 他自己也是否认的嘛 那么现在看 基本全部都坐实了 在去年恒大向社会发公开求助信的时候 我就断言 我就断言 恒大的债务危机基本上要被引爆了 建议大家买房的时候要避开恒大 要注意安全 我当时做的那期节目 现在点击量已经超过了40万 好像是去年9月24日做的一期 前几天的一个网友是翻出来了 说我神寓言 说节目下面的留言呢 现在看来确实很有意思 确实有网友呢 因为我的这期节目取消了很大的期房预定 避开了大坑 所以融创现在辟谣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的 尽管今天辟谣了 导致了融创的香港股价开盘就大涨8% 盘中一度大涨15%以上 但是融创的 他的这个资金链危险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融创很可能成为继恒大之后 中国地产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二涨 而根据融创中国的半年报 这个公司它的流动性确实是非常危急 财务数据是很难骗人的 中国在去年8月 是定出了房企融创规则的三条红线 包括了房企剔除预售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是大于70% 净负债率大于100% 以及现金短债币是小于一 房企必须在三年之内全面符合这三条红线的调整 那么在三道红线等融资端的高压之下 销售回款是房企现金流最关键的一个蓄税池 销售受阻 那么房企现金流也将是雪上加霜 而现在恒大的现金流可以说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所以恒大之后 融创很可能成为第二颗雷 恒大或许会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我们记得在2017年恒大现金流最充沛的时候 在中国政府开启了楼市调控的情况下 它不仅没有收缩战线 反而还在加杠杆负债扩张 与周期相反 与调控相反 最终谅成了今天的一个危局 要知道恒大是行业内的绝对的投不起 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大 资产足够多 而被认定是大而不能倒的房企 也因此大家才会买它的起房 甚至买它的理财产品 那么不要误判房企 比普通人更懂房地产 也许房屋建造 销售营销 资金策划等等方面 他们确实是更胜一筹 但是对宏观经济 楼市调控 趋势走向等方面 我觉得恒大的判断 可能还不如我 在这种楼市的调控中 你像站岗 接盘 甚至报仓的炒房客 可以说腐蚀皆是 尤其你像还金的购房者 是更胜 部分人已经不是南腰站 而是说斩到了脚跟 可是大家眼里 仍然只看到深圳 杭州 合肥等等部分城市上涨 就觉得中国楼市还在涨 而对北方 那么多城市的房价大跌 基本上是视而不见了 之前人们都在嘲笑说 楼市调控是空调 因为宏观调控 所以房价飞涨 房价永远涨 金户永远涨 必须多买房 多负债 来对冲通账 收割社会的财富 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信条 但是现在看呢 可以说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坑楼市调控 现在是正在发威 不幸的人呢 正在付出惨烈的代价 这论楼市调控 跟以往最大的不同 就是两个字 精准可以说 打击是非常狠的 精准打击资金流入楼市 精准打击炒房客 精准打击高杠杆的房企 现在恒大融创 对不对 就像这样 还有精准打击人们的房价 永远涨 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当然最后可能 也精准引爆了中国 20年的楼市泡沫 限购 限贷 限首付贷 还有限信贷资金 这些是打击资金流入楼市 还有像限售 赌注 结离婚 人才引进 法拍屋 房产赠余 等等方面的漏洞了 这是打击炒房客 还有像限融 房产商三道红线制度 那么这是打击高杠杆的房企 可以说是立体打击 而银行的房地产贷款 集中管理制度 则是定向房地产 整个行业的精准资金的一个惯控 可以说每一次调控政策工具的出台 总是有民间智慧 能轻松破解 因为人们对房价永远涨 是充满一种信仰的 可紧接着 会有更严格的调控手段出来 这是一个猫猪老鼠的游戏 你跑我追 你追我找 在循环往复之下 直到对方的精力耗尽 这个时候对炒房客的房产信仰打击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 所以他们现在对房产的信仰慢慢开始在破灭 其实对炒房客 甚至房产投资人 最大的打击 就是二手房制造价的出台 和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的一个事实 这就直接从根本上是切断了流入楼市的一个水 楼市是自贷金融属性的 那么一旦限制了贷款和资金的流入 对不对 那么楼市可以就要携菜了 二手房制造价普遍是低于市场价 大概打了一个七折 而房产抵押贷款 你必须有这个制造价为基础进行贷款 以前你像1000万的房子能贷700万 现在你1000万的房子只能贷400万 那么中间210万的差额对接盘侠来说 就是更多的首付月供 对炒房客来说 就是少了一笔巨额的现金流 更糟心的是房地产贷款的集中管理制度 可以简单理解为 银行放贷给房地产领域的贷款有个上限 即使有人买房 可按结贷款 且因为没有信贷额度而批不下来 也就是我们经典看到的房贷的现状 房贷利率是一涨再涨 更重要的是还放不下来快 那么这才是要命的 所以你看现在房贷利率也是涨得很快 我之前就判断中国的房贷利率肯定要涨的 对不对 不知道有多少人入套了 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 而炒房客可以说是靠现金流维持杠杆的 一旦资金出现问题 造成越贡还不上 债务到期无法归还 那么杠杆就会自动的断裂 结果就是财富阴灭 甚至还会负债累累 涌难翻身 去年炒房者可以说就是最后的一个疯狂 因为新冠疫情出现了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的红利 所以信贷的额度就更高 信贷的审批更宽松 贷款利息去年也更低 贷款使用时间也更长 所以不少炒房客又借用这种金银贷的资金去炒房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之下 居然出现了深圳等城市房价的暴涨 后来大家都知道深圳最知名的炒房客的团体 神房里就被抓了 至今还在审理中 但对炒房客的心理冲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认知很多时候是决定行动的 而行动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 关于楼市的认知就是人们的心理预期 是预期房价上涨还是下跌 预期不同采取的行动就不同 所以这一轮调控的精准之处 还提醒在对心理预期的一个调控上 在楼市调控三稳目标方面 除了稳房价稳地价外 最重要的一个稳就是稳预期 打破大家房价永远涨的心理恐慌的预期 塑造大家房价将长期平稳的安定的心理预期 那么这样就不会恐怖性的买房 短期内堆积房产泡沫 也不会造成金融系统的风险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精准的调控 好像已经失控了 大家确实对房价的信仰 已经慢慢开始破灭了 同时房地产商也开始趴下了 这是中国政府可能没有想到的 那么怎么看待前些年房价暴富的一个神话 这就问问如何看待2017年 环金炒房爆仓的神话是一样的 可以说都是泡沫周期的产物 爆赚还是爆仓 主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周期里面 在房价暴涨的周期里面 当然杠杆是加得越高越好 因为资产的涨幅远高于债务的利息 就是债务的成本 借债越多 赚的收益差就越多 但是在房价不涨 甚至下跌的周期里面 高杠杆就是一剂毒药 不仅要承担巨额的长债的压力 还会因为借债越多亏损越多 高杠既可以助你获得金人的投资回报 同样也可以加速你的资产 快速的清零 金人的回报对应着金人的风险 爆赚对应着爆亏 爆击对应着爆仓 可是很多人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看到有人在顺周期的泡沫环境里面爆赚 但是却选择性的忽视 还有人在逆周期去泡沫的环境里面 总是想当然的认为 自己会是那些爆赚的信任 所以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还在疯狂的加杠杆 买买买 比恒大还疯狂 每个月将近1000亿美元的居民新增贷款 跟美联储放水是一样多 中国居民贷款放水是不输美联储 那么现在中国房地产杠杆开始锻炼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莲了 中美两国可以说现在都有巨大的泡沫 中方美股是一体的两面 都是基于尼亚美元系统的长期扩张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是先走一步了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是先走一步 会造成中国的信用无序的收缩 从而导致整个尼亚美元系统的收缩和混乱 最终很有可能会波及美国这个系统的核心 中国对抗信用无序收缩的一个重要手段 可以说就是超级的基建 用基建的大规模政府借债 信用创造来抵消房地产的信用收缩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你超级基建 需要的铁矿石等等一些原材料 煤炭都需要美元 现在这些基础原材料的价格暴涨 你的境外出只有不到6000亿美元 原材料价格上涨远远快于出口价格上涨 增收不增利 境外出一直是在下降 如果未来美国需求下降 出口下降 就更没有外汇买原材料搞基础建设了 所以在泡沫的默契追逐泡沫 在去杠杆的周期里 追加杠杆只会是死得很惨 大涨让人们心里很狂热 只有周期轮回才让人走向成熟 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房地产萧条的周期 这20年一直是涨 正常有一个涨有一个跌 这才算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周期 对不对 但是中国20年来房地产一直是涨 那么现在开始跌了 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 所以这一次我看要买多少人 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关注自己的手 自小多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加拿大律所在中国境内的代表机构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先生的宝地 做一个商务推广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对移民都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移民地中 美国 英国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气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 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Justin 刚刚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已成为全球疯抢的 诺亚方舟的船票 Axiri 海华西瑞是一家 加拿大本土律所背景的专业 法律服务机构 律所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 加拿大律师楼 地处温哥华的核心商圈 团队由几十位不同领域的基因律师组成 发展至今已成为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在中国北京成立了唯一的代表处 十多年间为数千个家庭实现了移民加拿大的梦想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中介服务机构 海华西瑞不专媚人头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主要办理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80万到12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全家拿到加拿大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也不需要资产解释 雅思四分以上 大专以上学历 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全家枫叶卡 移民和投资双赢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式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推广 一步到位雇主担保移民项目的专业团队 除了移民申请案件 海关吸睿发挥律所优势 为客户提供 投资 创业 税务规划 律师见证 遗产继承 及房产等移民后的相关服务 和很多移民后的家庭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移民 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 开头难 路虽远 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海滑稀锐 一定圆您的移民梦 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 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所有问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 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 点赞 期待收听 再见 再见